三章 千年苦雲 東大橋全長2,400米 闊大約12米左右 橫到金剛水域 那部青山精神秉的救護車 穩穩停在橋中間 而陳卓抱著一堆零食走下車 而在警車上走下來的驅魔警 就和以往不同 他們一手是拿著特製的手槍 另一隻手就拿著在陳卓拿回來的護身符 由於鬼氣復甦 晚上就沒有人出街 所以整條大橋都顯得很安靜 陳卓百無了賴地 伏在橋邊的欄杆那裏 微風吹過的臉 在嚴嚴的夏日 竟然間覺得有點捨意的舒爽 如果這個世界沒有鬼的話 這裏都是一個挺好的透露地方 周外國這個時候就走過去 捱著陳卓小小聲地問 另一 你在橋上有沒有發現些什麼 聽完這樣說之後 陳卓左右望了望 只見到 除了一堆嚇到有得震 沒得睡的驅魔警之外 就什麼鬼都沒有了 於是他回頭和周外國說 沒有啊 那你再認真點看看 又或者去前面玩一下 前面還高過這裏的 周外國這個時候 都不理得那麼多了 連騙大騰 陳卓一聽到 就信以為真 是嗎 跟著就很驚喜地 大踏步向前跑一去 所有驅魔警 也都緊緊地跟著他 眾所周知 但是大多數的橋兩邊 都是設有行人道的 而行人道 就會比機動車道 高幾十厘米左右 陳卓一個剛剛 在精神病院出來的患者 又哪知道這些常識呢 就是這樣 走下走下 陳卓一個不覺得 插著腳 塞了重心 對著路面 啪 聲 扑了下去 發生得太快了 所有人根本來不及反應 等到驅魔警 扶起陳卓的時候 他的鼻子 已經啪啪聲 流了鼻血 額頭也都撞到損了 面上面 和手掌上面 還有膝頭 全部都拆損了 陳卓呢 坐在地上 吊起他的嘴 咬著爬牙 眼裡面 還閃著淚光 他想哭 但他知道 他不可以哭 他畢竟都是 星球最英勇的戰士 所以陳卓 一直忍受著騰通 一直在他的眼角 那裏 一滴眼淚出來 但是 就是那滴眼淚 就好像 血蹄的洪水一樣 衝開了陳卓最後一道防� 接著又見到他 坐在地上 對腳不停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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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就在這個時候 系統就在腦裡面發出了警告 系統警告危險症在內臨 在所有人身後沒有多遠的橋面 黑暗當中 一隻龐然大物 超然而致 陳卓呢 就通到難以置筆 系統這個時候 就發出了命令 小鬼 護主 接著 接著就見到一流黑氣 在陳卓的身體裡面衝了出來 化成了昨晚的奪命小女孩 飄在橋中間的上空 那些驅魔警 一見到奪命小女孩 有一個二個嚇到想縮沙 但一縮才發現身後 居然有一隻龐然大物凍了 於是所有人 就齊齊齊地舉了手裡面的虎 訓練的時候都沒有試過這麼齊 那隻龐然大物就越來越近 他的身影就出現在眾人的視野裡面 那隻龐然大物 是一隻陰氣凝擾的老虎 但他的身影就和他像差不多 木泛紅光 全身都散發著殺戮的氣息 千年虎雲 麗鬼中旗 收成鬼陰爪初段 可穿透十厘米厚鋼板 靠血腥味搜尋食物 原來是因為陳卓誤打誤撞 撞爆了個鼻 血腥味引來千年虎雲 今次真是煩死周愛國 前面就是奪命小女孩 後面是千年虎雲 怎辦好呢 嘩 一聲 那些千年虎雲有一聲巨敲 好像狂風席卷一樣 將陳卓在內的眾人 全部吹到橋邊的欄杆那裏 面對世在必得的獵物 那些千年虎雲 舔不舔自己的毛髮 雍冷的步伐 毫無戰鬥的想法 又或者說 對方的實力 他根本就不想和他戰鬥 不過 那個奪命小女孩 就鮮化祭虎 日流陰氣 纏著千年虎雲的頸 不斷地縮緊 但是千年虎雲 完全看不起這一招 只要遞高的頭一招 就把那隻小鬼招在自己身後面 哼 他心想 一個區區十七條人命的麗鬼 又怎和他這隻上千年的虎雲較量 他身上的人命 沒有一千也有幾百 千年虎雲輕而易舉搞定了小女孩 但是 舔一舔嘴 就慢慢走向眾人 五米 四米 三米 兩米 就在兩米的時候 稍時之間 一倒倒的金光紋路 把所有人包圍住 而那些紋路的圖案很奇怪 有嘮泡泡的魚仔 有些花花草草 還有些歪歪歪靈性的線 總之上面又不知道畫什麼 而這些圖案 就集亂地交織在一起 所有人害怕的神情當中 還夾集著一些驚訝知識 原來 你一個瘋子佬隨手畫的一幅畫 居然可以穩陷這麼強的力量 而那些千年虎雲 亦都被無數度金光閃到眼睛都抹不開 看來 他要正面地面對自己的對手 千年虎雲 收起那種慵懶的姿態 虎爪深深陷入橋面那裏 繼續向前走 不過 每走一步 就好像有一道阻力 將他向後推 越是靠近那些人 阻力就越強 距離越來越短 但是虎雲的步度也變得越來越小 直到虎雲一步都走不動 距離中人只有半米的距離 但是 就算他用盡全身的力量 都不能再向前走多一毫米 這些金光 對千年虎雲是沒有任何殺傷力 不過 就可以阻止他 不可以讓他走前半步 所有人 似乎已經嘗到甜頭 更加有士氣地 舉著自己的護身虎 隨著眾人士氣的增加 那隻千年虎雲 竟然被他們逼到 向後移動了一點點 不過 接著又發生了 不可思議的一幕 在雙方的僵詞當中 有一隻大血的手 在人群的縫隙伸出來 還要伸向斧頭 然後就看到有一隻食指 在千年虎雲的鼻歌上面 啊 又挺好彈性 如果是拍戲 我相信這個時候的特效 就是所有人的頭頂 加了震驚兩個字 震驚加1 震驚加2 震驚加3 震驚加N 我相信不單止是所有人震驚 連那隻千年虎雲 同樣也是這麼震驚 第十四章 純虎 真是拿命了 那隻千年虎雲 當堂就整隻懵了 事關 那隻大血的手 肆無忌憚地 順著虎鼻向上摸 還要伸到斧頭那裏 不斷捉他的帽子 突然之間 在眾目攜攜之下 那隻手 撿起了一支虎帽子 一遞高他的手 虎毛就被他拔了出來 跟著他手 縮一聲 縮回去 嘩一聲 那隻虎雲 怒到大喊了一聲 震到整個橋面都動了一動 成千年 未試過有一個人 敢摸他的斧頭 更加不要說拔他的毛毛 那些千年虎雲 感受到其此大欲 他發誓 一定要將這隻手的主人 撕成玉碎 於是他就咆哮 他在狂地衝擊著金色平章 系統提示 千年虎雲爆發 實力增強 是啊 陳卓成功地 勒興了千年虎雲 手持符咒的眾人 感覺到千年虎雲的每一次撞擊 震到他們的手又痛又悲 符咒雖然是強 但他們太弱了 只是體力都已經撐得不太久了 快點 快點撤退 周外國 見到這樣 就馬上發號施令 眾人收到命令 就一起向後移動 不過 實在太多人 太擁擠了 陳卓嫌逼得他太辛苦 於是 逼著逼著 就逼了他出來 在他出來的時候 手上還拿著斧頭上 掛的那隻毛毛 他一走出來 千年虎雲 馬上就見到他 同時 也都見到他手上那隻虎毛 沒有了阻礙他攻擊的金光 就等於 把肉送到嘴邊 他們的虎雲 退後 下蹲 一發用力 撫身一躍而起 不過 剛剛約對半空的虎雲 突然間停住了 原來 在他身後面 那個奪命小女孩用一扭客氣 出力地 牽制著虎雲的一隻後腳 令到他進攻不到 跌了下來 那些小鬼 還要大大聲地說 你要吃帝哥 不准吃我主人 當然 他肯定打不過這隻千年虎雲 但是 如果他想吃陳卓 當然是不行 搭了到橋面的千年虎雲 轉方向 對著小鬼的頭 撫笑了一聲 哇 一度黑色的氣波 輕而易舉地吹飛了那隻小鬼 周愛國那些 想著趁著小鬼 可以纏著虎雲的時間 就救回陳卓回來帶部隊 只可惜 他們才剛剛走到一本 虎雲就搞定了小鬼 轉頭就發現了在救援路上的距離 這樣的情況 就真是進退兩難 騎虎難下 而站在虎雲前面的陳卓 這個時候 才懂得丟了手裡面的毛毛 還好嫌棄地拍了拍手 哇 這麼大隻貓 我真是第一次見 系統見到他這樣 就馬上提示 他是虎 大型貓科動物 陳卓 完全沒有理系統的提示 直接走上前 抱著大貓的前走 那臉還是血淋淋的 就踩到大貓的毛毛上 嘩 撞鬼了 一隻腳更粗過他的腰 陳卓 也不算矮小 他這麼威武的身材 剛剛碰到大貓的下巴 陳卓還要踩高一隻腳 拔大貓的鬍鬍 露得那隻虎雲 嘩 當然豈有此理 居然敢拔千年虎雲的鬍鬍 我想他真的想第一個死定 那隻虎雲 抹大嘴 露出他尖銳的尿雅 一口就咬下去 絕對可以穿透這傢伙的腦 就外國站在人群裏 大喊了一聲 001 他想吃了你 終於感受到危險的陳卓 退後了一步 嘩 我想養你做寵物 你居然想吃了我 老虎的嘴 對著陳卓的頭 一口吸到你 所有人都下意識的閉上一對眼 甚至乎令到他們聯想到 上一個受害者 而陳卓呢 就舉起他一隻拆損了的手 一拳打向老虎的尖牙 系統正在強化宿主的拳頭 千斤重鎚 等你裝傻了 天馬流星打牙拳 有一隻虎雅 一聲 在虎雲的嘴裡飛了出去 力道著那些大刀 將整隻虎雲撞到反了在地下 他們千年虎雲 感覺到身體裡面 每一條骨都跟著一條陣 他趕快在地上爬起來 都未等他站穩 陳卓的拳頭又衝到過來 系統正在強化宿主的拳頭 千斤重鎚 貓貓拳 兩隻手輪回上陣 一拳拳地蹲下去 在東大橋上 響起了一聲聲虎雲的哀號 淒泥而悲壯 不是陳卓不出手 只是陳卓出手 他真的連反抗的機會都沒有 就是這樣 打了沒多久 千年虎雲就好像一隻貓仔 伯在地上 他那兩隻據說可以穿透十厘米鋼板的利爪 不斷掩著頭 任得陳卓不斷拍他 陳卓打到八肢幾開心 他心想 這些實力 一點看頭都沒有 還夠膽在這爬文爬武 那隻被人吹飛了的小鬼 飄下飄下浮回來 嘴裡變了暗暗沉沉地說 想吃我主人 在我身上踩過去先 過了一會兒 一會兒陳卓都打到累了 就對著小鬼入了入手 喂 過來啊 騎貓啊 小鬼就飄上前面 運拍動盪 被陳卓壓一手 撿上虎背那裏 陳卓拍著虎雲的屁股 那個老虎 嘩一聲 唯有應命 第高的前走 就開始向前奔跑 好快就消失在茫茫的夜色當中 現場就留一大堆在橋上吹風的驅魔警 局長啊 陳卓騎著大老虎走了啊 其中一個驅魔警 一見到這樣 就馬上邀功地提醒周愛國 周愛國老羞成怒 大大聲地說 你現在是否當我瞎啊 我小鬼提醒我啊 我有見到 還懂得做什麼啊 吹風什麼 追啦 去哪裡追啊 我鬼知道去哪裡追啊 我只知道 如果找不到陳卓 你下個月 找個大份工都行 而騎著大貓的陳卓 就一路辭請 在鳳仲穿梭 一起去哪個地方 我超過的上司 天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